恐怕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 如果你家里有人学外语 或者是这个孩子啊 有各种各样的外语方面的需求 当然主要指英语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对口语和听力的重视 比过去要高很多 我自己就我这方面的体会 在我上学的时候 我们这个80年代上中学那个时候 当时我们学的英语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哑巴英语 OK No.1 你是不是学过日语啊 因为教我们的老师 他的口语本身也不好 所以我还记得高中英语课本第一课 有关这个马克思的 第一句话是卡尔马克思出生在德国 因此德语是他的母语 我们当时怎么练 你现在听都能笑掉大洋 卡尔马克思 was born in German German was his native language 你听着 如果现在有哪个学生操一口这样的英语 肯定会被人笑得不得了 说这其实是什么 这简直就不算是会口语 那么现在人呢 对这方面的改变应该是很明显 为什么呢 有明显的压力 比方说这个孩子 现在进那个双语幼儿园 现在有很多这个英语幼儿园 那么呢 家长都希望孩子打小了 学着英语就纯正 万一这孩子将来出国呢 那么在移民呢 这就像有的孩子到了这个高中以后啊 家长琢磨让他出国 那么在出国之前 上的外语学校或者临时培训 家长都希望他的口语纯正点 说有的在国外 由于学着英语有口音 被当地孩子歧视 不利于孩子成长 所以在孩子英语教学这方面 对口语听力 就要打下那种根红描正的正宗英语